你曾经做过什么 然后呢 下一辈子 领悟佛道的一展明灯 如何取得香港佛光道场 日前恭请佛光山泰华斯 住持新定和尚 主讲以成就政治渐渐 最重要为题 以设心手艺来勉励大众 观察自身的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 你每天的穿衣吃饭 手 身处 弯曲 身体 弯腰 阳脚 等等 回骨 这些你心都要很明白 你现在在做些什么 以此才能够达到 这个心保持着 射心手艺 今天和尚指出 成为标准的佛教徒 首要身性三世因果业报 因此想要提升生命 追求更好的来生 都决定于当下做的行为 佛陀告诉弟者们 我提醒你们新家主义 而且要能够保持正念政治 正念政治 也就是高度的解决性 这个高度的解决性 所有的有关生活上来 身口意 几乎都要很专注地提醒自己 在这下个话题 新年和尚主讲 成就政治政见最重要 引领现场以及线上 共七百多人 感受学佛幸福之外 也让台下听众通过宣习 慢慢证悟佛法 人机维系香港综合报道